各位网友大家好 很久不见 因为近期娱乐圈没什么特别新闻 所以只能够炒香港新闻 不过有一宗很突然的 就是陈法拉忽然做了老母 厉害 无端端的 很多都是几个月不认 然后胀胎都会认 陈法拉可以说 她怀孕期间是相当低调的 无端端 就在情人节那一天宣布有喜 陈法拉超惊喜 原来很多明星都是选择这一天的 可能贪情人节就是 觉得小朋友是爱情的结晶品 这个是生了 不是宣布有喜 是宣布有BB 已经出生了 这样的 2月14日情人节 就是情侣之间庆祝的日子之一 连艺人都不例外 在这一天就会放闪无伤 因为很多艺人都喜欢选择在这些特别日子宣布大事 而情人节相信对于艺人来说 意义非凡 原来还有一个叫杨洛婷 以前TVB的 我记得她是谁 不过她不记得我 那时候我记得拍过视频叫她做虾条姐姐 哈哈哈 就说她IG都宣布怀孕了第二胎 但最令人惊喜就是无声无息的 陈法拉 已经无端端变了人家老母了 啊 她说同样也是在情人节宣布这件事 法拉IG就说 十月怀胎真是不容易 但又看到她的那一天开始 就觉得什么都值得 我们满心欢喜地开始做伸手爸爸妈妈 应该生了个女儿 原来不少艺人都在这一天宣布喜讯 以下说这对夫妻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谁 就是罗子逸和杨洩瑶 相爱多年 就在去年2月13日情人节前一天宣布有了BB 我说完你都不知道我说是谁 罗仲谦和杨洋 是不是玩玩呢 出了名后去改名 罗子逸和杨洩 但是没办法 因为她这两个名字不会够她之前的名字记得的 她这两个名字都不够她之前的两个名字响 我之前都说艺名一定要够响的 子逸仲谦 你想想哪个音响 是吧 善瑶也是啦 都是不响的 那你做娱乐圈也是要响的 那名字真的 就说她两夫妻去年就生了个女儿 接着就改名字 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以为她们要隐姓埋名 做其他事情 原来不是的 她希望是想娱乐的事业越做越好 那陈法拉就宣布了 在IG上荣升做妈妈 她说短短公布了三个小时 就得到七万个like 大家看到这些什么结婚生子 总是会特别松手的给like 可能这个也是普世的价值 你这样给like人 希望自己有一天结婚生子 别人都给like你啦 是我这么另类的 一个人经常在想那些 会不会结婚就是那些什么的开始呢 因为我们之前研究的 离婚率就是六成 生孩子又说到 你开始了这个因子 就有很多的一盘债跟着来 我经常说这些东西 我是这么说而已 普通人都会觉得 这些是值得恭喜的事 有个网友跟我说 他说譬如你进了一间好的学校 正常人都会恭喜你啦 不管你考得好不好 是不是被人踢出考得好 那一刻他觉得值得恭喜 OK的 普通人都会觉得是祝福他们的 看到他老公也是外国人 那他生这个BB女儿也是Max 哇 陳法拉又这么正 他老公又是外国 那他生个混血B 应该将来都是一个大美人 等等啦 就是说这些星二代 一陣子要讲一讲就是邱淑貞的女儿 其实他应该有更高的成就 可惜他爸爸就是一个超男店的集团老板 没办法 那看他那一档东西 就是买衣服的那一档东西 又真的不像以前那样贵的 做到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 那不是帮他做宣传 我一向都说 我是不会买贵的衣服的 我只是说回实际情况给你们听 那看到邱淑貞的女儿又是 哇 好得啊 真的好得啊 整天睜眼就觉得是豆豆 就是当年邱淑貞叫豆豆 但我觉得他的女儿好像比他妈妈更好 他妈妈好像反而面型没有那么均秤 可能年轻 他妈妈当年红的时候都二十美了 可能现在的女儿好像都是十八九岁 有很多前途 那再说 原来呢 今年的情人节 刚才说过 杨乐亭 又有第二胎了 那他老公就是Dear Jeans的主音 就说他们一直都是相当恩爱的 那恭喜了 他两个都好像 男的又鬼鬼的 女的又是 有少少ABC的味道 再说了 原来陈山聪也是上年二月十四 直言老婆很少会给他惊喜的 又是这样舌头一口 都是情人节宣布这个喜训 亦都说是情人节礼物 都幸福的 看到这帮人 不会说做了这些东西 宣布了之后 就那条州会永恒的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他们全部都是sale甜蜜的 可能能够可以在这些日子上放放闪 都是恩爱夫妻的必做的东西 另外呢 有个很有名的肥仔 这个肥仔很可笑 最近有人说他瘦了很多 然后有些网民就说 这个肥仔一看就知道他是用美机 一看就知道他用APP的瘦面 这个就是周杰伦 看到他新的在抖音还是什么的平台 好像是手机平台 那个影片出来看上去 他的面子真的有很多 之前是圆形的 我估到应该是APP 肥仔也变回亚洲歌王周杰伦 他也是在2月14日宣布的 和太太坤玲淋懷上第二胎 不过就是2017年 就是几年前 那时候他懷有第二胎 一男一女就臭够个好字 有时候我走过公园 看到很多人一家一大小走来走去 有时候想到 你钱钱去到极致 你再没有生活负担的时候 会不会生个小朋友出来玩一下 暂时就没有这一盘债的感应 我常常说这些东西 没办法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希望就不需要负这些责任 但可以是不知为什么过了几年 他人不同了 又四字头 突然觉得有些事情要做 不知道的 暂时这一刻不想着 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 再说的真的多 连罗力威和雨桥都是2018年结婚 在两年后 2月14日的情人节 都是宣布有起的 这一刻原来很流行的 这些明星最喜欢 就是2月14日了 宣布自己有起 虽然这件事是开心事 不过除了有网友恭喜之外 也有网友写法拉 也有网友对法拉有些意见 写了几行字 读给网友听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 他形容法拉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 他爱中国 但去美国读书 去美国生活 骂美国总统 扮ABC 嫁法国佬 去外国生孩子 死都不回中国居住 之后他就说法拉 未计他世界里 说他为上位不择手段 这些网友说的 我不认为法拉是为上位不择手段 这个我不认为 因为他一出来的时候 一选尾TVB就捧他了 我不知道他当中做过什么 就算他在电视台的态度 不是钟嘉欣那种 但我不会说他什么不择手段 这些不知道不可以胡说 这个网友更加说他是卖肉上位 但是陈法拉没什么卖过肉 他是选尾的时候穿过泳衣 这些不可以这样说人 如果这样就是卖肉上位 劉青云的老婆也是 难道劉青云的老婆也选尾冠军 李克勤的老婆也选尾冠军 他们也穿过泳装 又是卖肉上位 全部女生 总之不是穿棉纳那些 红了全部都叫卖肉上位 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的 有时候说话不能够这么坏 接着网友说他们卖肉上位 之外再败人娘家妇女 又不要这么说人 人家可能本身是娘家妇女 不过你说之前那些典型中国人 去外国生活就是 是客观的事实 不过是不是爱中国 好像他有骂过美国总统说歧视的问题 这个我之前有说过 不可以这么容易分发的 他踩当时的美国总统说他歧视 不代表他是支持中国的 两样东西来的 当年特朗普是真的很种族歧视的 这个是事实来的 一个人发声其实是他自由 你不可以说他发声后 就说他骂他 其实他就是爱中国的 我不知道陈法拉有没有salut 我不记得了 我真的不记得了 不过我觉得这篇东西 有些人赞好 就是觉得这些就是小粉红 是不是呢 法拉是不是呢 会不会是 硬说他呢 我真的不知道 至于他最后就说法拉是没有了扮四条 我觉得又肯定不是 陈法拉好像 未来在 荷里活那边有戏出 还好像是Marvels 说他都没有了 我又想知道这位网友有多厉害 多有料才可以说得到这句话 所以呢 开心的东西 大部分的人都是赞的 但始终都会有些人 有些不同的见解 接下来我在苹果就有个访问 有个记者也问我 他说有时候那些网友对你也有些意见 但我就说 哎 其实那个网什么人都有 你又不能够封了别人的口 他要说的 你就由他说 我觉得这些喜事 就不是什么坏事 我自己不需要有那些束缚而已 但对很多人来说 有下一代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我自己也祝福陈法拉 畢竟他那时候 我曾经也说过 在TVB他都 鬼妹仔性格 有些东西就忆我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可以在上面google search五仔 是不是TVB艳遇 你可以试一下search 如果没有的话 我再研究一下 关联字是什么 我曾经说过 我和陈法拉拍我的古装 然后他进来 那天真的很开心 见他今天已经贵为人母了 往事只能回味了